你这一场啊 就都是你猜不到的人 而且我就觉得 这可怜孩子 今天要被折磨了 来吧 不是 我上次也就一个都没猜对 多久没见 半年多了吧 一起演出太多次了 他特别热爱音乐 所以每次在一起 聊到最多的话题就是音乐 此时此刻 三座神秘嘉宾 已分别在三个房间中准备就绪 在接下来的问答环节中 大来宾能否一猜几种 顺利过关呢 来吧 第一个你想建哪一个房间 我觉得咱们按顺序了 就是这是一吧 对 一二三就从一 一号 好 第一个问题 我第一个问题就是 你是男的 女的 在作品上可男可女 第二个问题 咱俩多久没见面了 云飞现在可以啊 有进步啊 比第一次来的时候强多了 我今天好好研究一下 是不是看节目来着 咱俩多久没见面了 对 经常见面但又遥不可及 哇 我的天哪 那就是网络上经常见面 云飞啊 咱俩关于那么好 我哪能把你掉坑里呢 是不是 来第三个问题 我们认识多少年了 咱们认识多少年了 七年之洋 哇 我唱过很多歌曲 你最熟悉的是哪首歌 好 你最熟悉我唱的是哪首歌 哪首歌我都很熟 我的天哪 就从这句话 心里面有点眉目了 你去过我家里面吗 看过没去过 哎呀 就刘大成 好 到底一号房间中 是不是歌手刘大成 五 四 三 二 一 请帮我打开一号房间 你看谁来了 答错了 欢迎十号 伤心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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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啥都唱过旅行呐 我当然唱过 你啥都唱过旅行呐 你啥都唱过旅行呐